你家不回 皇后娘娘驾到 属下叩见皇后娘娘 已经夜明成身 确定是万公公了吗 千真万确 所以我们把尸体抬回来了 好 怎么是一具无头的尸体 回娘娘 万公公为国捐躯死得很惨 伸手一触 现在头颅还挂在城楼上 全都退下去 是 什么 我死了 看来是那个陈公公 做了我的替死鬼 到底是谁想害死我 一楼 我不是一次跟你说 不要再做上天害理的事了 你就是不听 你不知道自作孽不可活吗 我不是太阳光约了 都是我害了你 当初若不是为了我进宫 为我做下那么多坏事 此时此刻 你应该好好地活着 这都是报应 没什么意思 acontec đi 今天是不是轮到我了 你走了 谁再来保护我 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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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金生玉玉 我们只有男士 在做父亲 玉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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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玉公公吉相 皇后去哪儿了 娘娘不在寝宫 一接到万公公遇害的消息 就赶去乾清宫见皇上了 娘娘急一下 都下去吧 是 皇上 皇上 你可千万不要在这个时候 离开陈亲 皇上 你一定要 长命百岁 臣妾会每天为你吃瞻念佛 臣妾可以为你去死 你真的愿意为朕而死 皇上 皇上 你醒了 好些了吗 你刚才 你刚才是在对朕忏悔吗 皇上 臣妾是担心你的龙体 大明江山 还等着你后继有人 是吗 是吗 皇后 皇后身为一国之母 却容不下 朕和其他嫔妃所剩的子嗣 一次一次地残害她们 你告诉朕 当年的兰妃母子 是不是被你谋害的 皇上 谁 谁跟你说的呀 若要认不知 除非寂莫为 是万余楼告诉朕的 你 还能推脱吗 皇上 臣妾罪该万死 那个时候 我承认我太年轻弃生 见不得皇上跟别的女人在一起 自己又不真心 没有为皇上带下笼子 所以就 不 朕的江山 就是毁于你们这些闪度的女人 差点毁于一旦 你快说 朕的太子现在在哪儿 公主当年就夭折了 太子一直流落明鉴 如果皇上想找回皇儿 臣妾有一提议 可以登皇榜 召告天下 把太子找回来 到时候 皇上可以跟太子低血认亲 这样 就可以父子重逢了 不用你提醒我 我会让万余楼去办的 皇上 汪公公 他已经死了 你说什么 万余楼的死了 她想死了 你 御公公 是你吗 你怎么来了 皇后娘娘 奴才在等你 你们都下去吧 是 于公公 你知不知道 汪公公已经死了 你知道谁是凶手吗 是我 你要干什么 你想干什么 难道你要杀了本公 你觉得我没有理由杀你吗 我已经向皇上承认了一切 如果你要杀我 我无话可说 当年是你主使万玉楼害死了我娘 为什么你们俩要我女扮男装 进宫当太监 你们究竟有何目的 是万玉楼求我把女人给她的 但是当年那个女爷说 别说了 我不想听这些 太子呢 你把她交给谁了 我是后来才知道 兰妃怀的是龙凤苔 当年 余海把男婴偷走了 所以这么多年来 万玉楼一直都在寻找太子的下落 幸亏我娘在天之灵 保佑我们姐弟俩够活到现在 不是 这其中有误会的 我今天不杀你 我要找回我弟弟 我要看他亲自登基称帝后 让他亲自来处罚你 好 好 八尔 婉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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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 婉儿 你是人是鬼 婉儿 你不要怕 我还活着 活着 你看 我活着 我这不活得好好的吗 我亲眼看见你的尸首 你知道吗 吕公公刚才想杀我 好了 不要怕 我还活着 我没有死 死的是陈公公 我要你救我 皇上有旨 宣七厂都主 宇化田上 皇上 奴才宇化田 叩见皇上 东厂都主 万玉楼 祸国殃民 残态中粮 罪状庆竹难输 以身手异处 宇化田兼任东西两厂大都主 为皇上找回流落民间的太子 刻日回宫复命 遵旨 皇上原来有失散多年的太子 算日子也快二十岁了 那假扮不就可以当当今圣上的太子了 七军大罪是要杀头的 谁敢哪 太子 戒什么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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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告诉你们 我就是皇上要找的太子 你们这部奴才 狗眼开人低 等我进宫了 就先把你们砍了 给我打 戒皇上 想咱太子 给我打 我说了吧娘 你这么早买这么多干粮 都打点好了 万一他不走怎么办 我已经想好了对子 只要我一说出那个谎言 他们保准一个个跑得比兔子还快 走 来 您看看这个 金大姐坐 师傅 来坐 难得师傅 红颜知己酒别重逢了 应该多喝两杯 来 金大姐 你这个徒弟跟你一点都不像 口才都比你好 聪明机灵 哪里哪里 来来来来 来 师傅 真是百闻不如一见哪 原来您就是当年龙门客栈的老板娘 不仅是年轻漂亮 不仅是年轻漂亮 而且真是看不出一点风霜 师傅 我当年风光的时候 你都不知道在哪呢 师傅虽然没跟我说过 可是江湖上都说 龙门客栈老板娘可是个性情众人 我当年风霜 香材无可比 玉纸众人赏 是个金子的招牌 我不当老板娘很多年了 而且也没您说的那么好 您这是一点皱纹都看不出来 而且是多了几分女人味 对不对师傅 你就是每天见你耍嘴皮子功夫了 要是我教你的武功能如此长进就好了 嘴皮子确实甜 怪不得那么多女孩喜欢你 听说你现在是龙门客栈的老板 不敢不敢 龙门的秘密你都知道了 其实我重开龙门客栈不是为了什么秘密 原来我们是质不同道不合 不过我有个朋友 她是西夏王国公主 她非常想得到她祖先留给她的那笔宝藏 我还有个朋友她叫顾少堂 是盗墓世家 无宝不落 所以我们三个人就合作 一起重开了龙门客栈 你这两个徒弟 我看这胡忠玉 还像是个少年英雄的样子 另一个不知道长成什么样 另外一个就是当今皇上的太子 当年于海托孤 送到万马堂的少爷 师父胸怀大志 一起想让少爷认祖归宗 登上大位呢 难怪这些年你一直围着那个孩子转 可是江湖多风险 人心多叵测 何况是跟轨迹多端的朝廷斗争 这建议的贤上我只能是倾尽全力而为之 我不这么看 我倒觉得你应该多想想自己的事情 江湖的事就让徒弟们去办办 金大姐说的对 师父 以后找少爷的事就交给我办好了 我告诉你 不许再叫我大姐 我跟你师父是同辈的 对呀 您是师父的同辈 那以后我就叫您师母了 好不好 我是无所谓 不知道你师父高兴不高兴 赵大侠 什么事 我刚才看见城门边上围了一群人 皇上下旨 要召太子入宫相认 那少爷会不会也看到皇榜啊 当然了 这下你可以放心了 皇上都下旨 你徒弟肯定很快能看到皇榜 跟他父子相认的 你也可以功德圆满了 这万玉楼一死 皇上也醒悟了 我最起码要看到马天又跟皇上相认 才能了结这个心愿 那你自己在这慢慢等着吧 你呀 千万别选你师父 为了江湖事抛下儿女私情 将来你一定会为此后悔的 师父 师母话中有话 是不是在说你呀 你们都在这儿 太好了 我找到马天又了 那他现在人呢 他让我告诉你们 他跟胡人商队出城了 要去龙门寻宝 少爷怎么也要去找宝藏 他有这么贪吗 你不是说他被那个什么公公 整得死去活来的吗 现在又流落街头当乞丐 这换谁谁受得了啊 有钱有什么不好 咱们赶快上路 老柴已经买好的干粮 在城门口等我们呢 既然你们要回大漠 我就不跟你们去了 还有你 答应别人的事还没做到 就想一走了之啊 我 师父 要不您先走了 我随后就赶回来 好 办完自己的事情 尽快到大漠来找我 胡忠悦 你干嘛不跟我们一起走啊 别闹 我不管啊 你快点办完事 来大漠找我们 我 我都已经跟师父说了 你干嘛还那么凶巴巴的 你干嘛 雨花天 你到底在哪儿啊 这独播了 你啊 有你 走 鬼 我都知道了 我们这些年轻 是 你看 他竟然也背叛我 居然敢杀我 我辛辛苦苦拉扯了他这么多年 他的武功 他的继毛 他的一切一切都是我教他的 如果我们当初做错了 看他现在的样子 他是不会顾念旧情放过我的 不过他误会了 真是人走茶凉啊 现在他们都想我死 皇上居然想助我的救足 王妃我费了那么多的真气救了他的命 早知道是这样 我就应该让他自称自命 现在他们都以为你死了 这样不是挺好吗 你也正好借这个时机 好好地忘却过去的种种 不 我不甘心 我苦心紧赢了这么多年 要查这一步 能保住命已经是万幸了 你现在这个样子还能做什么 还没到绝望的时候呢 我要抢先一步找到那个窝囊废 我倒要看看 到底谁能笑到最后 你究竟下来 那个臣子有什么 我忍不信 我怀疑 Moh 我真的失识到这一步 我能执照了 我 我 我 曹晓俏 曹晓俏 顾事当长老柴准备好了马车 他游落山之前 我们就出饭了 能够在京城跟你重逢 我已经很高兴了 你们试图那么熬 还得去找马天忧 下古豪情 更叫人敬佩了 你有没有叫上我 我还是不要赖着你了 你是埋怨我的冷漠 还是因为当年 我的不高二爹 有件事 我一直藏在心里 没有告诉你 当年有一个小女孩 她背叛了师门 被师兄弟追杀 突然出现了一位大侠 救了她 于是这个女孩 就偷偷地爱上了 这个大侠 然后一直跟着 这位大侠 走难闯背 江湖漂泊 而这个大侠 留给这个女孩 唯一的信物就是 让她一直痴痴地等到现在 我当然没有忘记 当年发生的一切 我只是认为 像我这种有可能 随时抛头颅 洒热血的人 没有资格拥有感情 你就是讨厌我吗 那你就让我跟着你啊 然后我就会像你的 小师妹下场一样 你就可以摆脱我了 我赵怀安 今天在此向天骑士 这辈子都要跟亲相依在一起 生死与共 不离不弃 参见独主 黄榜都已经贴出去几天了 为何还没有人前来接榜 不仅京城贴了黄榜 我已经派人快马加鞭四处张贴 相信太子不久就能够看到黄榜 赵怀安走了 那胡忠育呢 为什么他们走 连个招呼都不跟我打呢 小小姐 雨花田 惠蓉 你怎么在这里 我到处都找不到你 你们的事我都已经知道了 你应该早一点告诉我 何苦让我傻傻地等 你到底在说什么 以后我们桥归桥 路归路 你追求你的幸福 我绝不足了 我怎么可能 让你一个人在外面游浪 太危险了 你还是跟着我吧 不用了 我可以照顾好自己 对了 胡忠玉正在找你 我会找他的 茗玉生病了 无论如何 你跟我一起回宫看看他吧 好 好 好 来 啊 太子殿下 你是什么人 太子殿下 找你找的好辛苦 孟公公 凤先生 你还没走啊 范公公都死了好几天了 护院也都散了 可惜你手脚筋都断了 要不然我还真带你走了 你京城还有没有什么亲人 要不我转上来接你 来 孟公 你不是死了吗 你这个贱女人居然敢诅咒 你忘了是谁把你从疑红院里熟出来 让你一辈子养尊处优的 现在不光是你 连你带他们两个孩子一个个的轮流的背叛我 还是你最好 我带你去见一个人 放我出去 放我出去 你认得他是谁吧 汪雨龙 你个混蛋 你快放我出去 臭小子 你竟敢瞒着我偷偷地去接皇榜想见皇上 要是没有封太医的证明 你当得了太子吗 皇榜 这么说皇帝知道他有太子了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父子相认 你为什么不让他们父子相认呢 父子相认 你也不看看这小子 他哪点小才子 亏了老夫用尽心思细心栽培他 可他呢 整天装风卖傻 不求上进 这小子就像一台福布上墙的烂泥 还有那个皇上 整天不理朝政就知道兮兮 我告诉你们 这个大明要是没有我万语龙早就亡了 还有我那三个女儿个个都想要我的命 她们每个都想要我死 为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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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问你为什么 万语龙 你个混蛋 我吃了你 我让你不求上进 你还想要老夫的命 他也是被你逼疯的 你这样子也是自己一手奏着 别以为你现在是我手上最大的筹码 就可以对我指手画脚 把老夫逼极了 我谁都杀 这两天 老夫要闭关两宫 你给我老老实实的带着 等老夫功成出关之后 那些富过我的人 我一个也不会放过 你换上吧 你要让我穿这个 既然你已经答应我陪我进宫见茗玉 为了安全起见 还是换了吧 茗玉到底怎么了 你还是自己进屋看看吧 她现在只记得我们两个人 其他人一律不见 也不认得 你放心 只要你跟着我 不会有事的 停 车上拉的什么人 余公公 走吧 驾 你不要拆开 你去哪里 怡公公 这段时间你去哪里了 我们到处找你 你是不是去别的宫当差去了 你就是要走 你也要通知我们一声啊 这个宫里该问的不该问的 就在一念之差 我们只能在背后打探你的消息 我们现在不是抱怨古公公去了哪里 古公公 你知不知道最近宫里出了一件非常大的事情 我对宫里的事件确实略有耳闻 我只是被宇公公派驻宫外 执行秘密任务去了 他是不是派你去寻找太子去了 宇公公现在已经是皇上身边的红人了 对对对 身间东西两场的督主 以后有什么好事 千万不要忘了我们 行了行了 你们有见到宇公公吗 不 你不是跟宇公公在一起吗 宇公公他出宫寻找太子去了 余化田啊 余化田 我这么千辛万苦来找你 你一定不能不回来啊 余化田 你回来了 你谁啊 明妃娘娘 我不是娘娘 我也不想当娘娘 我是你的名誉 你 你这是怎么了 怎么会变成这样啊 古公公 都是奴才的错 娘娘病了 一直吵着要来见宇公公 我拦也拦不住 所以 好了 我知道了 明妃娘娘 这边坐 来 小心啊 彩月 你先下去吧 是 冰妃娘娘怎么变成这样了 你坐呀 娘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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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娘 你为乐极者容 我用的穿的都是按照你的喜好来的 我知道你喜欢肃静的 那一会我穿上 你帮我脱下来好不好 娘娘 我怎么可以帮你脱鞋 我要是帮你脱鞋的话 就要对你一辈子负责了 羽化铁 你难道不想跟我一起一辈子吗 慧容是不是又被妈妈罚战了 她怎么还不过来呀 我今天呢 妈妈还夸我秀得凤凰栩栩如生 可是义父却并不满意 我都不知道怎么做她才能高兴 你的刀法练了没有啊 我 我们得为以后做打算 你可不能偷懒 女花田 羽化田 你女扮男装 到底是伤了多少女人的心 我是应该为你感到高兴 还是应该为你感到悲哀呢 她去你屋里了 咱们进屋屋说 羽化田 她怎么会这样 你们去哪儿 你不是答应陪在我身边吗 没有啊 我现在送你回宫 我送你回宫 鞋 来 小心 一花田 她 咱们进屋再说 咱们进屋再说 这个胡忠玉 真是色胆包天 你看看 她趁你不在 竟然敢对明玉搂搂抱抱 你也看到了 明玉现在已经疯了 最近我一直忙着找寻太子的下落 没有时间陪她 有胡忠玉在 我反而能更放心一点 我知道你喜欢胡忠玉 可你觉得你们俩能长久吗 她毕竟是个男人 而且生性风流 在外头 还不知道有多少个女人呢 这些你都受得了吗 我不在乎 她过去有多少个女人 只要她现在 对我一个人好就够了 我真不知道你们俩是如何日久生情的 其他的女人可以给她照顾和关心 我也一样可以给 最重要的是 我要成为胡忠玉 最后一个女人 女人 你说什么 我没听错吧 你 你怎么会变成个女的 我本来就是女的 你真的是女人 没有吓到你吧 从小到大你都没有告诉过我 你是个女人 后来你还入宫当了太监 我们三个青梅竹马一起长大 为什么你要瞒我瞒到现在 我没有想故意瞒你 是义父要我保守秘密 不让我告诉你们 不管我是男的还是女的 我都永远不会忘记 我们从小到大的感情 我们从小到大的感情 也不会忘记你对我的好 我不能接受 你怎么可以是个女人 不可以 不可以 慧如 慧如 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 之前是行事所逼 所有不能告诉你 你先不要激动 我激动 为了你我连宠妃都不到 要和你私奔 你说你爱上了别人 我也忍气吞声成全你们 现在你却跑来告诉我 你是个女的